我们下一位 下一位呢 演员是真的好像被 在网络上遭受了一些争议啊 喜欢她的人特别喜欢她 不喜欢她的人呢 对她也很凶残 她一方面呢很温柔 一方面呢她自己也很凶残 不知道是怎么做到 两种奇怪的气质 在一个女性身上完美地融合 让我们有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像只有我特别想赢一样 其他人都很有追求 我说我想赢已经有点 不是开玩笑了 而是我真的想赢了 我不愿意陷入这种状态 现在的心情 有一种豁人开朗的感觉 我觉得全国这么多脱口秀演员 然后有六个很厉害的 都有我 我也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这一期就是要开开心心 舒舒服服地演完 很放松的状态就好了 最后一词 我真的不愿意陷入这种状态 我真的不愿意陷入这种状态 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能进决赛 我当时说我要一路敲进总决赛的时候 我不是这么想 决赛了 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到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了 就是谈恋爱 你知道吗 我这一期怎么搞的 我都到决赛了 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 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 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 我根本不喜欢脱口秀 我就喜欢谈恋爱 我从小就这样 而且我谈恋爱特别投入 从小就这样 我都不用真的谈恋爱 我只要开始暗恋别人 我的学习成绩就会直线下滑 从全校第五十马上掉到第五百 我妈说 咋了这孩子 你是不是沉迷游戏了 我当时想说 是爱情这场游戏 好吧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想各种办法 然后就天天比我喝牛奶 天天比我喝牛奶 结果越喝成绩越差 因为他不懂 牛奶喝得越多 我的身体发育就越好 我身体发育得越好 我就越想谈恋爱 而且我谈恋爱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主动地追求别人 因为我只想和我配不上的人谈恋爱 就是当我和我男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 这是男才女貌 我觉得不好听 你知道吗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先沉默 然后过了几秒钟说 这个女的有点东西 还有好多这种劲儿的东西 这是我的梦想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谈恋爱真的太好了 谈恋爱就是怎么都是好 不管你谈得好或者是不好 都一定是好事 就如果你谈得很顺利 你就很幸福很开心 然后你最后就顺利地结婚了 但是如果你谈得不好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从小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男朋友出轨了 当街被我抓到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就是我这辈子就没那么有理过 你知道吧 我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无情地指责他 侮辱他 他没有办法说任何事 他见到我的时候 那一瞬间一定很慌张 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 你知道吗 说话都开始结婚说 我啊你啊你不要为我们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什么 我一甩我的秀发 然后BGM就在我身后想起 就是那种 我所有爱执着的痛 什么这是 这多好啊 这才是生活 你说你谈恋爱图啥 不就图个热热闹闹吗 所以我跟很多女生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逛街 不一样的是 她们都是和男朋友一起逛 而我是自己逛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 真的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的 就是她都是些是被抛弃 被伤害 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你知道吗 然后就 就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 又漂亮 又成功 所以每次我朋友跟我说 杨丽 我男朋友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恭喜你啊 姐妹 你好日子在后头呢 但我觉得 说了这么多 都白说 你知道吗 我最近觉得 我已经没有资格谈恋爱了 我觉得不会有人再爱我了 因为我最近 睡觉开始打呼噜了 可能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打 只不过这几年 一直没有人有机会听到 谢谢你们 你们不懂 打呼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她是一切浪漫的终结者 女生打呼 打呼就跟攻击打鸣的原理是一样 就是都能让一个男人瞬间清醒 前几天吧 因为进了决赛了嘛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说 叫几个朋友去喝酒 庆祝一下 然后我就喝的有点多 结果就有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男生 送我回家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衣着整齐地 独自在床上醒来 然后我就给那个男的打电话 我说 首先是这样的 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我说以后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但是我依然想问你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也很诚恳 他说我本来也想了说 要不要来留下照顾你 毕竟你喝了那么多 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要睡着了 吐了再把自己枪死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分钟 你就开始打呼了 而且你越打声音越打声音 我觉得这么粗壮的喉咙 应该是枪不着了 他说你怎么能打那么大声 有一个电影叫集结号 你看过 为什么 为什么我年纪轻轻 我还没有谈恋爱 我就开始打呼了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me? 你们是不是想不通 我为什么要一直说英语 因为我不管要打呼 我还要打广告 这个广告还顶啊 五一talk在线青少尔音乐 这人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教学 青少尔的时候来学 长大以后 连打呼都是纯正的英语 现在下载五一talkAPP 还能免费试听 我终于念到 商务 一记了 这是我第一个商务 别人都念过 就我没念过 我想说我一点商业价值 都没有嘛 反正这个比赛呢 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就这场演出 应该就是我这个比赛的终点 但是我会让它成为 我人生的新起点 我以后人生没有比赛 我只有两件事 就是谈恋爱 和念商务 而且这两件事 排名不分先后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喜欢杨丽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怎么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怎么了 还有那一步天啊 就是我不知道 该不该跟他们打招呼 我觉得就这样很做作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但是他们跟我打招呼 又不理他 好像嫌我很膨胀 你知道吗 就立心天人交战 没事 少跟淘汰的人玩 多跟介绍的人玩 咱们这个脱口喜剧的部分 先放一放 咱们请专家天天姐说一说 这个谈恋爱这事怎么办呢 这孩子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哎 你看看这边这么多候选呢 你有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认识的男人 都配不上你 那你就告诉你 你段子里说的 那个男生是什么样的 看不出来吗 就是幽默的呀 多幽默 这不都是幽默的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大概是长得帅的吧 所有人一样 那咱们请校草说说的 哎帅的啊 其实我生活中就不太能接受 女孩说话有那个 后面有一个浪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不接受这个 就生活中我挺接受不了 女孩有这个 但是我又觉得非常奇怪 就她 她把这个弄得还挺舒服 我已经弄了两季了 我每季都有弹幕在里边数 我到底说了多少你知道吗 是吧 你平时说话应该就是这个 没有吧 应该很少 这是你的节目中的一部分 是吧 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 我想过 我觉得可能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很明显 是因为 我好像要确认观众 有没有听到 就是让她听到我的铺垫了 但我也在克服 但是有点难 习惯 但整体表现我非常喜欢 是 是 非常喜欢 那能接受打活活的女生吗 我还好 我入睡比较快 不受影响 徐导 上一季也看过杨丽 对 觉得她有进步吗 我觉得杨丽 就是特别成熟 我相信就是她在线下表演 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是的 她线下很猛 对对对 就是很享受 而且作为一个女性 就是她敢讲这样的话题 我觉得特别棒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刚才讲那个段子的时候 我脑子里出现了 那个男生的形象 就有点像Rock 我不知道 是不自觉的 跳进来的一个形象 不自觉的 不自觉的 是什么巨石强森吗 那个Rock 站起来一下 让沈腾老师认识认识 来 强森来了 幸福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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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画面就是巨石强森 这样捧着杨丽 给他放着 结果一听打呼 老二头 哎 那就对上了 就对上了 我太疼了 谁对上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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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郭老师 在退赛的时候 就说杨丽的表现 像决赛 这回到了决赛 感觉表现怎么样 其实他和那个谁 杨摩恩是仅有的 两个攻击型选手 对 但是他更强 对 他攻击性要比杨摩恩 还强个几倍 所以我是特别特别 喜欢那个杨丽的 然后我还在上一波 上一期播出去以后 还跟人接受说 要了杨丽老师的微信 哦 然后时不时地 发一些羡慕的那些话 哈哈哈哈 当然今天知道 他就不喜欢 颜值差的 哈哈哈哈 跟他那么多废话 所以我可能后边 还会减少骚扰他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虽然这个比赛 后边还有很多的悬念 但我心目中的 比赛已经接近结束了 哦 接近结束 对我来讲 就所有的这些 男性选手 今年都 都达不到我的要求 只有他和雪芹之间 是冠亚军 我心目中 哦 所以 我特别特别希望 这一轮两个人都能进 哎呀 然后就是 最后就是冠亚军 哎呀 郭老师 真的是 是是 说得好 心里话 心里话 绝对 心里话 因为杨丽 我有点不敢喜欢他 因为他能让大家都能够 都能够 特别的抒发自己 我向来不敢 去说什么 但是他真的感触这件事 然后 每回我就敢喜欢他 不敢再喜欢他 中间有一种 特别深的敬佩 我感谢 哎呦 作为杨丽生活中的朋友 我们这些 这些杨丽生活中的朋友 可以为杨丽作证 他在生活中 是真的是一个 很 很单纯 很天真的一个人 就是他 全部都是为了艺术 在说这些话 好 那么 请杨丽 六强席 稍坐休息 咱们杨丽呢 她就是有一副 你不爱听对不对 我现在说你更不爱听的 然后就特别酷 杨丽的表现也非常好 我其实不太见到 中国有像他这样风格的 和这么强的攻击性 我觉得这一次 脱口秀大会的冠军 至少我认为 我觉得应该是杨丽